男人把家紧的皮包拉开一条缝 向老板展示自己的宝贝 可不识货的老板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 本以为能大赚一笔走上人生巅峰 却不料货没卖出去 还被警察逮了正着 别动 警察 你搞不动 你搞不动 而当他战战兢兢转身 却看到胖子的大脸赫然出现在眼前 原来是胡胖二人在欺负老十人 只因男人天天在股玩市场游荡 就被老胡看出他着急出火 于是和胖子合计一番 两人坏笑着想到一个主意 老老实实交代了身份 听说他是陕西来的老表 老胡顿时提了兴致 经常盗墓的都知道 八百里勤穿遍地都是宝贝 于是连忙坦白自己不是警察 还舍下血本请李春来吃涮羊肉 这才从春来口中打探出实情 原来是村里囚鱼打汗拔屎 从地里挖出来一口大棺材 而包里的宝贝就是从棺材里拿的一只绣花鞋 可宝贝还没看清 李春来就收回皮包拉上拉链 接着直勾勾看向铜锅 老胡心领神会 李春来这才小心翼拿出秀血 胡胖二人眼前一亮 的确是几百年前的老物件 可因为手里没多少本钱 老胡故作惋惜地忽悠春来 古玩行最讲究成套 东西要越完整才越值钱 本一是想压架 可李春来却抓错了重点 眼看套路不成 老胡灵机一动又想了一招 说要找专家长眼开架 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而李春来吃饱喝足也对老胡放下了戒心 很快来到大金牙家 而大金牙也是苗董 把绣花鞋吹得天花乱坠 李春来吓得赶紧收回去 生怕鞋子被人抢走 大金牙和胡胖二人对视两秒后 伸出两根手指 这副二十 二百 紧接着还说要是能凑齐一对 价格还能涨上不少 老胡见李春来颇为满意 赶紧掏便全身凑出一百八十块钱 说是哥俩全部的家大 你也都听见了 这鞋市价两百 我们这儿呢是一百八 就差二十 您要飞台这个 我也没办 可李春来却突然不肯卖了 咱别置气啊大哥 都这么大岁数人了 咱能成熟点吗 原来李春来家还有一箱更值钱的宝贝 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找个出价靠谱的 跟他走一趟把家里的宝贝全收了 三个财迷心中大喜 知道这次有大声一上门 急忙让李春来留下地址 回去等他们消息 而其实大金牙还留了一手 这些至少能值五百 如果凑成一对还能翻上两番 再加上李春来家里还有一箱 胖子越听越兴奋 于是三人急忙收拾行李 坐上汽车往陕西赶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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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